大家好,我是胡耿毅 罗斯金他是一个英国的艺术评论家 他说若要正确地看事物 有一个唯一的方法 就是观察事物的整体 这边跟各位分享怎么样透过作品 来观察一个画家 首先我们把画家的作品 按照创作时间的次序 把它排序出来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一张一张片段的作品 把它归类 成为一个时期 一个时期的一个系列作品 或者是画家风格 之后我们再进一步去观察 它每一个时期画家的蜕变的过程 然后梳理出整个画家的创作脉络 这个时候我们等于是把观察的一个试点 把它摆在制高点 就可以看到画家的全面性的创作的演化曲线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些分析了 甚至可以去推测画家将来的变化的空间 还有呢 绘画的可能性 那这一节呢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拜拜